10點不一樣 您好 我是錢麗如 我們要先來看的是 今天下午中部一場大雷雨 造成了雲林斗六的福茂科技公司 興建廠房 工地的鷹架連同防護網 整片突然倒塌 事發剛好是早班員工下班時間 總共造成兩死三傷 下班了 員工們撐傘離開 還有人被風雨吹到 雨傘開花 突然間的強風奏雨 機車棚內有騎士拿起手機 要拍著誇張雷雨 意外拍到整面鷹架倒塌瞬間 這裡是雲林斗六福茂科技公司 興建的第五座廠房 工地鷹架連同防護網 被風雨吹落 掉到路面 雜重路過這邊 準備下班的五名台籍員工 消防隊到場時 三名傷者已經在鷹架外待救 但另外還有一男一女 一個在鷹架外沒了生命跡象 另外一名則是被壓在鷹架底下 男子頭部重創 明顯死亡 兩死三人受傷 死傷的五人有四位是福茂科技 跟一位福茂新業員工 另外鷹架掉落還砸到了一輛車 死亡的女員工先生也在福茂科技上班 三個孩子年紀最小的才國小二年級 昨天是妻子排休 今天換丈夫休假 但妻子都離開公司要下班了 沒想到貨從天降 驟然理事 新建廠房內意外發生時還有十名移工 趕緊向內去找安全庇護 警銷到場後再引導他們離開現場 由仲介帶回 根據了解發生意外的福茂科技 第五座廠房在去年十一月動工 原本預定今年年底完工 目前的工程進度大約百分之七十七 七月六號下午中央企業署 針對彰化南投雲林發布大雷雨特報 四點多疑似瞬間強風奏雨吹垮鷹架 這一場意外讓兩個家庭天人永隔 勞動部中區治安中心 也派人趕到意外現場 除了對包商開罰三十萬元 也勒令停工 同時要確認施工架是否依照 預期的賀重 妥為設計與施工 進一步調查鷹架倒塌原因 TVBS新聞張崇敏 廖文漢洪彩倫 雲林採訪報導 前桃園市長也是現任海基會 董事長鄭文燦涉嫌貪污 法院裁定五百萬元交保 今天剛好是鄭文燦五十七歲生日 不到半小時就籌到寶金 帶著笑容走出地檢署 下午兩點多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帶著微笑走出地檢署 兩名委任律師左右護法當人常開路 擋掉所有問題 鄭文燦也一個字都沒回應 沿路保持笑容坐上休旅車離開 鄭文燦整晚都沒睡 因為涉嫌貪污罪被檢罩人員帶走 最後以五百萬元交保 只花不到半小時就籌到寶金 律師帶著黑色蹄袋現身伴保 出動點鈔機 點著好幾疊千元大鈔 這顆政壇震撼彈巧合在鄭文燦 生日這天爆發 一切進展相當迅速 因為其實他四號才從日本回臺 五號就被檢方約談 隔天凌晨遭生押 上午十一點半法院開機押題 歷經兩個小時的攻防 法院證實鄭文燦的確在2017年 收了五百萬元 隔年要召還給另外一名被告 但無法證明是犯罪所得 下午一點半裁定五百萬元交保 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警官檢方始終沒正面證實是什麼 的弊案 但現任桃園市長點出這件事 關於這個華雅工業區 要擴展土地的事情 市政府的態度 應該是要用區段徵收 不過其中有一塊地 這個市長只是說 要讓這個事情去做重劃 這個對於土地的徵收來講 是比較少盡的步伐 鄭文燦也透過律師表示 沒有不法行為 而貪污制對條例的收賄罪 是七年以上的重罪 對於院方裁定 檢方當庭提出抗告 接下來靜待法院結果 TVB的新聞 玲瓏是董明浩 副定華國瘟 吳亚愛情小組桃園採訪報導 好 事件的起因 初步了解是和華雅科技園區 用地飽和有關係 四大爭議 其中包括了重劃會主導人 先後送出近千萬元會款有關 因此鄭文燦的政治之路 成也桃園敗也桃園 現在還不認為 賴清德當時指派海西會董 市長就暗藏選旗 謝謝市長 昔日的桃園市長鄭文燦 一四年挑戰市長成功 成為六都最年輕首長 二零一八年成功連任 票數打破紀錄 政治行情抗漲 八年的市長表現 深受前總統蔡英文信賴 進而進入內閣團隊 當時接下行政院副院長 回桃園親自細說簡報內容 鄭文燦因桃園政績而發光 卻因為任內爭議成為標靶 講一次我們告一次 搬出司法捍衛清白 因為被指控協助八八會館 主賢郭哲明炒作八等農地 甚至更改捷運路線謀取圖利 即使當下曾經黑金問題 被點名與IMB主賢曾國偉 關係匪淺 過去鄭文燦在桃園市 當市長的那個歷程 涉及的土地相關的弊案 真的還不少 現在才開始辦第一件 畢竟過去高度監督鄭文燦 從直播手板評的是有證據 而鄭文燦在擔任市長初期 推翻桃園鐵路高價化計畫 讓經費從三百零八億 拉高到千億元 而二零二二年八德國中羽酬場 因為地震造成天花板倒塌掉落 調查後發現是豆腐渣工程 甚至在卸任前夕被指控台大碩士論文 涉嫌抄襲 鄭文燦過去你跟這個藍綠正通人和 然後跟所有的人是不是介入太深了 地方的利益結構是不是都跟你的夥伴 或是你認識的人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意思是鄭文燦政治手腕高明 不過在富格魁時期 甚至捲入桃色風波 澳門女陪式影片瘋傳 鄭文燦矢口否認 緊接著又被爆出 竹協理事長任內有欠款 剪掉要好好的追查 鄭文燦正義多莊連環報 璀璨的鄭志祿 似乎也在他五十七歲生日這一天 光環見退 針對鄭文燦涉灘 總統賴清德今天出席活動 罕見停下腳步回應 強調無往無縱 這也被外界聯想 是不是跟四年前 總統初選新潔 所衍生出的黨內鬥爭有關 神情嚴肅說重話 總統賴清德六號出席 不公開行程罕見停下腳步 回應媒體喊話 針對海接會董事長鄭文燦 涉灘儀式賴清德語氣堅定 打炸掃黑樹灘 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 目的是要維護國家的生存發展 社會的安定 以及回應人民深刻的期待 不得不然 不得不然四個字被外界解讀 針對異偉農厚 賴政關係時間要回推到 二零一九年民進黨黨內總統初選 當時和賴清德同為新潮流的鄭文燦 卻選擇和蔡英文 贊同邊 賴清德跟這個鄭文燦的關係 一直都不好 當年媒體自家派系 卻往英系靠攏 現在捲入涉灘案 難免讓外界產生黨內互鬥聯想 國民黨立委謝龍介也早有預言 是不是賴總統也早就掌握 鄭文燦問題不少 而沒把他列入內閣名單 反而要他擔任有名無權的海基會董事長 應該要去尊重司法的獨立 當然還是尊重司法 但除此之外 看看針對此事的四方聲明 以賴清德為首的總統府和民進黨中央 都期盼司法單位 勿往勿縱 盡速釐清 反觀行政院和海基會 則都只是尊重司法調查 那我畢竟是桃園的老縣長 我還是覺得很遺憾 過去傳聞很多啦 但是這種事情 既然檢方已經介入了 就等調查結果了 在野良黨低調簡單回應 或許也在隔山觀虎鬥 TVB的宣傳綜合報導 台七十六線上演 真實版的俠盜列車手 這一輛黑色轎車停在車道上 駕駛從後車廂拿出水桶亂丟 還猛催油門 橫切倒車大迴轉 行徑相當瘋狂 警方已經介入調查 黑色轎車停在車道上 駕駛從旁邊要繞過去 橘色衣服的男子 從後車廂拿起水桶丟過來 駕駛停車卻看到 局役男上車 車開走了 這是在台七十六線 快速道路上 駕駛莫名其妙被丟水桶 眼見他把車開走 接下來的行為更誇張 車子直接又橫切 遊覽車叫車被他吓得 緊急停下來 沒多久又看到他左橫切 車子開到那車道 逆向要衝過來的樣子 靠近之後又緊急殺住 後車廂還因此掀了開來 瘋狂的行徑還沒停歇 他倒車行駛之後大回轉 車頭順向之後逃離現場 肇事逃逸 網友PO出行車記錄器要協循駕駛 表示六月二十二號發生在七十六線 快速道路上的事故 已經報案也有車號 超過兩個星期 警方告訴他聯繫不上駕駛 國道警方表示 駕駛是四十六歲的女性男子 已經傳喚 但是仍未盜案 他當時還是逆向開上快速道路 也因此害了另外兩車 為了閃避而碰撞 造成兩人輕傷 之後又發生行車記錄器曝光的 瘋狂開車行為 目前以公共危險及毀損罪偵辦當中 TBS新聞陳志中文輸屏 章話報導 中午大太陽的高雄這名女子 因為在街頭徘徊影響到交通 警方互報女子不聽勸 當下被實施保護管束 遭到遠景壓制 她的臉貼在駁油路面上 不斷喊著好糖 紅衣女子在街頭徘徊影響交通 到場的遠景上前壓制 你看 男原景用腳頂住女子的側腰 紅衣女側躺在駁油路上動彈不得 這時候 女子哀嚎地板好燙好燙 就這樣壓制至少三十秒的時間 紅衣女子才擺脫被馬路炙燒的感覺 事發在五號下午一點多正直大太陽 女子在鳳山南鎮二路徘徊大街奔跑 於是警方實施保護管束 在家人的同意之下就醫治療 現在是下午一點多高雄市區的溫度來到了34度 而實際測地板的溫度 這樣子一測57.6度真的是好燙 手碰地板的話就在燙肉 實測嚇死人 人行道地磚就57度 換到了駁油路更撤得到61度的超高溫 手碰地板根本停留不到三秒鐘 就急著想收回 買冰塊倒下去 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冰塊已經快融化 變小了 現在下的時間 變碎冰塊 有沒有 從融化變水再到完全蒸發 變乾地板不到十分鐘 再測試肉片 同樣也很燙的汽車板筋上 也是十分鐘的太陽直射 豬肉片呈現半肉乾的狀態 天氣炎熱 不再只有體感溫度 曝曬過後的汽車馬路 手腳一碰 小心沉了燙傷原胸 TVBS新聞方志水 徐克成 宋培文 高雄報導 海巡雲林茶器隊在嘉義水上查獲撕煙場 商寨版的低價洋煙 不但七星變成五星 用來製作撕煙的下角料煙絲 還被發現不但發霉 甚至還有蟲石 這些煙是不是看來有點眼熟 又覺得哪裡怪怪的 山寨版的洋煙 七星變五星 還有仿造其他品牌雲木混珠 他們用煙絲下角料製作 海巡在嘉義水上香破獲這個絲煙場 一包一包猶如肥料 這批絲煙下角料真的是以肥料名義 從東南亞國家進口 但是沒有用來農作 下角料經過調味包裝捲煙 變成了洋煙販售 製煙現場髒亂 還被發現煙絲下角料發霉 有昆蟲的屍體夾雜其中 但是經過加工包裝 變成香煙販售 本案犯罪模式 系肥料名義進口 煙絲下角料 分散至全國各地偏僻 等濕煙工廠 添加香精 進行口味的調配及包裝 現場查扣各式成品煙將近8000包 煙絲 煙葉3350公斤 還有包裝機 包裝材料 要是沒有被查獲 三噸多的下角料都變成煙了 正牌羊煙一包100多 這些肥料煙低價340元一包賣給小販 小販佔以70元左右賣給消費者 主嫌是許姓男子 絲鹽成分不明 部分還驗出膠油含量超標 對人體健康危害更嚴重 海巡估計查扣的絲鹽 換算為17萬包 市價大約是1200萬 TBS新聞 張崇敏 吳淑平 雲林報導 基普拿騰先前開出漲價第一槍 現在金石滋味腸藥也傳出藥調漲 最多漲一成 另外還有張國洲強胃傘 絲絲感冒膠囊 也預計要跟著調整數價 藥局貨架上擺放各種不同藥品 其中有幾項是民眾家中的常備藥物 只是知名止痛藥普拿騰 先前才開出第一槍 系列藥品漲了9元到20元不等 現在又有其他的藥也變貴了 像是金石滋味腸藥 預計8月份漲價8%到10% 預期會貴10到15元 每瓶售價落在了140到150元 營養品安塑每箱增加100元 售價逼近2000元大關 還有4C感冒膠囊也傳去會漲10到15元 而張國洲強胃傘恐怕也要跟進 當然壓力會比較大 因為你原來所支出的費用越來越增加 等於是額外的開銷的話 那也確實是有一點點小小的負擔 藥品一上一上上漲 不少常使用這些藥的民眾 也發現買藥的花費變多了 但藥廠近期不斷調整價格 原因到底是什麼 還有就是運輸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配送來講的話 都是這些都是一些成本 垃圾已經漲了一波 現在的話 目前聽到的是 他們還要繼續再漲 藥師就說 即使這些藥物漲價 還是有其他的藥廠生產的成藥 可以替代 不鼓勵民眾大量囤貨 有需要再到藥局購買 只是恐怕漲勢還沒到盡頭 物價全面上漲 藥局營運成本節節上升 民眾買藥 藥師照顧都得精打細算